祝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圣马窦福音 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 愿主耶稣的故事 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讲了这个比喻 说天国好比一个要远行的人 将自己的仆人叫来 把财产托付给他们 按照他们的才能 一个给了五个塔朗桶 一个给了两个 一个给了一个 然后动身走了 那领了五个塔朗桶的 立刻去用来营业 另外赚了五个 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赚了另外两个 但是那领了一个的 却去把地掘开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 过了很久 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便与仆人算账 那领了五个塔朗桶的 上前乘上另外五个塔朗桶 说 主啊 你曾交给我五个塔朗桶 看 我赚了另外五个塔朗桶 主人对他说 好 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那领了两个塔朗桶的 也前来说 主啊 你曾交给我两个塔朗桶 看 我赚了另外两个塔朗桶 主人对他说 好 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随后那领了一个塔朗桶的 也前来说 主啊 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 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脸 因为我害怕 所以我去把你的塔朗桶 藏在地下 看你的仁还给你 主人回答说 可恶懒惰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脸 那么你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 带我回来时连本带笠收回给我 所以你们从他手中把这个塔朗桶夺过来 给那有了十个塔朗桶的 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 叫他富裕 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至于这个无用的仆人 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里必有哀号和怯齿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塔朗桶是钱币 可是在这个比喻中 却代表着来自天主的恩赐 去行爱主爱人的事 因为天主审判世人时 不问别的 只问他如何为了天主而爱了世人 我们从天主领受的一切 无论多与少 都还是属于天主的 在信仰生活中 常常谨记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太多的前人教训 不得不使我们警觉 很多人领受了天主的恩赐后 居为己有 肆意浪费 认为自己就是天主恩赐的主人 无论如何运用 都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 比如 天主的恩赐 降临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使他欲偿与主同在的超性经验 为此觉得天主特别爱他 心中异常感动 如果把这份超性经验 视为他努力祈祷 克己苦生的结果 只是 自具为己有 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 而没有以爱还爱 更加爱主爱人 那么这样的心态 就无法使自身富足 反而会因自满 成为怠惰的缘由 领受了一个贪冷通的仆人 理应至少赚取一个 但是他懒 不愿劳心劳力 就把主人的银钱埋了 没有赚到一分利息 主人来了 他又不能不交账 他交账时 要替自己辩护 就说主人苛刻 贪财 剥削 所以他害怕 这仆人想用害怕 来粉饰自己的怠惰 推卸自己的责任 所以他抱怨 全是因为主人太苛刻 才敢对主人说 看 你的 仍还给你 终上所述 我们可以明白 只领受天主的恩赐 却不加倍爱主爱人 必然会停滞不前 一无所有 反而 反而 对天主越忠信 尽全力发挥天主的恩赐 得到天主的赏赐 也越多 弟兄姐妹们 您愿意赚得更多吗 别忘记 这与天主的恩赐有关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